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95回 韩丽摸了摸下巴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但是片刻之后轻笑了一声 说了一句让妇人等脸色大变的话出来 这么说 这个隐藏在旁边的道友 并非火道友事先布置的帮手了 那我请她出来如何呀 什么 他们已经来了 妇人一下失声叫了起来 但此女话音刚落 韩丽突然单手朝附近一颗木柱虚空一桩 顿时一只晶莹大手凭空浮现而出 一把朝柱子狠狠抓去 不吃一声啊 大手尚未抓个结实 柱子中就有一道黑光激势而出 一闪到了二十余帐外 灵芒一闪 此顿光就化为了一名乌罗族人出来 妇人等火阳族人一见此乌罗人顿时大惊 纷纷做出了戒备姿态 妇人单手一翻转 手中呢 就多出了一柄赤红色的短棍 竟然仿佛是实质的 其他四名白袍蛇人 则手中一晃 各亮家伙 寒光闪闪 仿佛条条 摇头白尾的银蛇一般的 少女呢 双手一模糊之下 背上的黄色大弓 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着手中 一只白色的骨剑 也一闪搭在了弦上 被寒厉逼出来的乌罗人 肤色淡紫 但是一堆眼珠 却荧光灿灿 让其交融的 献出了几分诡异之色出来 她面无表情的盯着韩丽 对妇人等人的举动 根本无动于衷 口中突然冷冷的说道 你气息不对 不是这个族的 是哪一族的上族人 能看破我的隐匿术 是白木族的 还是千换族的呀 这位乌罗人 显然将韩丽 错认成了雷鸣大陆的两个 以灵木神通文明的一族人 韩丽微微一笑 没有接口说什么 反而目光 朝大殿一处阴暗的角落中一扫 二话不说的 一根手指冲齐一点 扑斥一声 一口青色小剑 闪电般的击舍而出 一闪的就到了阴影处 一展落下 一声轻响 阴影中 漠然飞出了一道乌芒出来 和小剑顿时交织在了一起 顿时一道影子 从阴影中徐徐生出 韩丽目中蓝芒一闪 远处小剑清光大放 剑芒瞬间将黑芒 较成了粉碎 随即一闪 就展向了新出现的黑影 速度之快 比先前足足提了背许有余 冒出的黑影被清光吓了一大跳 但是倒也不凡 身形一扭呢 就化为了一根黑丝 击舍而出 只是一个晃动 黑丝就出现在了石杖之外 但是让所有人吃惊的是 小剑也是一晃 同样化为了一根青丝脊椎而去 黑丝原本一顿想就此停下 见青丝一闪 就到了自己面前 一惊再次击舍而出 刹那之间的 痴痴的破空之声大作 一清一黑 两根光丝 一前一后若隐若现 在大殿上空 是追逐了起来 只见前一刻 两根光丝 还在大殿这一边 下一刻 就诡异的出现在了 大殿另一端的角落中 两者顿速之快 只看得殿中众人是 目瞪口呆呀 忽然前面的黑丝类模糊 竟一下子化为了 七八道一般无二的存在 一闪即逝 同时击舍向了四面八方 这一举动 让韩丽眉梢一条 单手一招之下 青丝一顿 鸡舍而回 一个闪动过后啊 重新化为了一口小剑 没入到了身体当中 从始至终 韩丽脸上的神情 都从容异常 仿佛未费 吹灰之力一般 那几根分头射走的黑丝 在大殿上空 一个盘旋 重新一聚 重新合围了一根 然后乌芒一闪 献出了一名眼珠淡金的乌罗人 只是此女恶狠狠地盯着韩丽 满是愤怒之色 一见此女的金色眼珠 妇人身形一颤 金银双铜 果然是乌罗王族的特征 其一两族的大祭司 也是你们动手击杀的吧 说完此话 他盯着新出现的乌罗人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你倒是有些眼力啊 但是既然我们亲自出手了 你们一族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金鸿乌罗人啊 目光一撇 口中发出了尖刻的话语声 这个时候先出现的那名乌罗人身形一晃 仿佛鬼魅般的一下子消失 下一刻就出现在了金铜乌罗人旁边 并肩站在了一起 韩丽看着二女双目却微眯了一下 这两名乌罗人身上笼罩了一层诡异的灵光 以他的神念强大 竟然没有办法直接看穿 对方的修为深浅 看来对方肯定是有一宝护身了 就不知道是何等宝物 心中如此思量着 韩丽那倒没有马上出手的意思了 一旁的妇人目光闪动了几下 尚未来得及说什么 站在旁边的少女突然手中 黄色大弓一台一拉 手中鼓箭再一松 扑斥一声 一道黄白两色的弓石 是机一事而出 随即一颤 顿时漫天都是一般无二的黄色箭矢 一下子将对面的两名乌罗人 全都照在了旗下 在这位白猪儿想来呀 反正此战肯定没有办法避免 自然无需什么废话了 要先下手为强 见此情景啊 妇人先师一惊 随即一咬牙 将错就错的 手中红色短棍一动 就化为了一条赤红火焦 脱手射出 另外四名白袍蛇人 则互相看了一眼 手中银色光刃 是挥动之下 一道道银色刀光 气势汹汹的直皮出去 一时之间 火阳族的几个人 一下子联手发起了攻击 各种灵光交织之下 仿佛瞬间就能将两名乌罗人 就此淹没掉 但是身处如此狂往攻势下的二女 却忽然各抬起一手 各有一团乌芒抱射而出 他们随即化为了两团黑色的光蕴 滴溜溜的在二女身前 飞快的旋转了起来 轰鸣之声大起啊 各种攻击 骤人之间攻到了光蕴附近 颜色各异的光团一起爆裂而起 声势惊人至极 仿佛下一刻就要将两团黑色的光蕴 是撕裂个粉碎啊 但就在这个时候 黑色光蕴中各冒出深邃的金银色一芒 随之两片光蕴狂掌扩散 一下子化二为一 一片直径树杖的黑光浮现而出 中心处金银一芒交织闪动之下 无论是那密密麻麻的光石 还是四名蛇人祭祀的银色的刀刃 甚至于 妇人手中的宝物所化的火焦 均都被吸入其中 不见了踪影 先前声势浩大的联手攻击啊 仿佛呢 只是昙花一现一般 只剩下了黑光山之下 静力不动的两个身影 和四道冰冷异常的目光 寻灵邪光 你们竟然修炼成了此神通 殿中的火阳族人目睹此景 均都心中一沉 手中攻击默然停了下来 妇人更是口中苦涩的喃喃一句 但是对面一对木带金银双铜的乌罗人 却在此时那身形一动 两只手默然拉到了一起 另一只手呢 却同时一抬 伸出了一根手指 摇摇一点 目标啊 正是妇人和少女二人 只见黑色光韵 为之一裂 两根金银色的细丝 一闪即逝 激舍而出 快闪开 不要硬气 妇人大惊 急忙冲白珠味警告说道 同时 自己提表白光一闪 化为了一道白光 飞出了躲避 少女同样心中一领啊 但是她的修为啊 只是金丹其左右 需要一下子飞顿闪开 却有一些来不及 一根金银细丝 仿佛瞬移一般 就到了她的面前 无奈之下呢 此女只能是双手略以模糊 一根古剑诡异地出现在了黄色大弓上 单手猛然一拉 再骤人一松 一声大意前剑的尖鸣 就从这剑上发出 黄白色的灵光 此时大放 古剑一下子化不力 到胳膊粗细的光柱 狂奔而出 正好迎上了一道身前的金银细丝 两者粗细悬殊极大 但一接触之下 却无声无息了 随之啊 就只见黄白光柱 通体灵光一宁 就诡异地倒舍而回 纵然说少女反应极快 但如此近的距离 发出的攻击不可思议地反弹而来 也根本不再做任何防御 口中只能一声惊呼啊 将手中大功下一世地往身前一横 刚才一剑的威力有多大 她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毫无质疑一击之下 她连肉身带元神都会立刻化为了乌有 她耳中甚至听到了富人发出的一声惊呼 下一刻 此女手心一阵之下 大功一下子被光柱击飞了出去 一股炙热之感 瞬间呢 就全身笼罩 让白猪尔一下子面无人色 只能双目一闭就等死了呀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就在这一瞬间 突然有人一把抓住了少女博领处的衣领 轻轻一转 少女顿时在一片清光中就不见了踪影 随之轰隆的一声惊天巨响传出啊 少女一惊 双目一睁 眼见自己竟横移开了十余杖之远 光柱已经从原本所站的位置洞穿而过 没入大殿附近的一堵墙壁上 结果呢和五色光霞进至碰撞之下 爆出了一团药木的灵光 然后化为了乌有 不过紧随光柱后面的金银细丝 却并未一同击到墙壁上 而是漠然方向一变 再次积涉到了少女身前 啊 少女一声惊呼 但是还没等她想有何举动时 就感到这博领处衣领一颈 四下景色一阵模糊 就再一次顺移到了附近另一处地方 少女这才醒悟的急忙一扭头 只见身后一人 一手倒背身后 一手随意异常的搭在其后颈的衣领上 神色淡漠异常 不是韩丽还能是谁呢 远处那根金银细丝 又一次一击落空之后 一闪之下竟有击射而来 仿佛不击杀少女 绝不罢休的样子 大殿的另一角处 另一根金银细丝 同样将妇人追得到处乱飞 而妇人呢毕竟是原因其修为 全力飞顿之下 再加上林外四名白袍蛇人手中 银芒冲金银细丝 是狂斩阻挠之下 倒也一时勉强自保 能反弹攻击 这倒有些意思 杭丽喃喃自语了一句 但是袍袖一抖 一片灰蒙蒙的霞光 顿时浮现在了白珠尔身前 但是那根金银细丝一扎进其中啊 只是略微的一顿 就若无其事了一下 洞窜而过 丝毫不受原词神光影响的样子 白珠尔一见此颈 脸色再次煞白 但是砰的一声 一层五色光焰 又出现在灰色光幕之后 将金银细丝一闪射入其中 原本顿速奇快无比的细丝 一进入到光焰 竟仿佛是鱼入大网一般的 一下子变得迟缓无比起来 韩丽嘴角一笑 不禁露出了一丝笑意 但是下一刻 他却笑容凝固了起来 因为金银细丝呀 突然通体一芒大放 一下子恢复了原先的灵活 只是一闪就冲出了 五色光焰的阻挡 到了少女身前哪 如此惊变 让神色刚又缓下来的白珠尔 心中一寒 以为这次呢 绝没有幸运的道理了 但是接下来的变化 又让此女士目瞪口呆 那根细丝啊 丝毫征兆没有的一晃 又在其身前诡异的消失了 而下一刻呢 其背后的寒历身前处 空间波动一起 金银细丝一闪而出 向其面门积舍而来 此变化之快 犹如电光火石啊 寒历脸上 惊讶之色一闪 但是身体呢 丝毫是不避不让 只是眼中寒芒一闪 一张口 喷的一声 一团银色火球 脱口喷出 一闪之下 就和金银细丝 撞击到了一起 让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连圆瓷神光和五色寒厌 都没有困住的金银细丝 一被银焰包裹住 就仿佛遇到 克星一般的 呲溜一声的 缩成了鸡蛋大小的一团 而银色火球 熊熊燃烧之下 一个变形 就幻化成了一只 银色的小鸟 其体内的金银光球 马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消融缩小 眨眼之间 消失的是 无影无踪了 银色火鸟随即 双翅一盏 发出了一声 得意的清明之声 忽然身形一闪 一下子鬼魅一般的不见了 而随之大殿的另一侧 那根正被妇人追得 狼狈不堪的金银细丝 前方银光一闪 火鸟无声地浮出 一张口 就将躲避不及的细丝 全吞进了肚子里面 随之 烹的一声清响 银色火鸟身形 就在原地爆裂开来 化为了点点荧光 一闪消失了 这个时候 韩丽才似笑非笑的 目光一转 望向了远处黑光中的 两名乌罗人 刚才看似复杂 异常的异常交手 其实呢 也不过是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而已 夫人等均不禁露出了 私立逃生的侥幸的表情 这个时候 他们才终于明白 为什么其余两族高层 如此轻而易举的 就被灭杀了 别说那两族大祭司神通 还不如服食炼仙果前的妇人 就是比妇人修为高尚树筹 也绝对没有办法抵挡此 灵玄邪光一击的 韩丽竟然意外的有神通 能克制此邪光 这让此女心中大喜过望 大呼侥幸啊 很明显 这两名乌罗族 绝对不是他们几个人 可以抵挡的 必须啊 全指望这位临时请来的 韩先生啊 想到这里 妇人不加思索的出声提醒了起来 韩前辈 请多加小心 那灵玄邪光 不但可以反弹攻击 无视大多神通禁制 并且奇毒无比 一旦被射中 立刻就会扩散到 对手肉身各处 根本没有办法驱除的 当年本族不少大神通族人 都是惨死在此邪光之下的 妇人可实在是担心呢 那团从韩丽体内飞出的银色火鸟 吸收那灵玄邪光之后呢 可别留下什么后遗症 奇毒 韩丽神色一动 倒真有些意外了 不过她的士林天火既然可以吞噬 这个所谓的什么灵玄邪光 自然也会将此毒化为己用 又怎能伤到她分毫呢 当然了 有关士林天火的威能 韩丽自然不会在此再和夫人多说什么 只是冲此女点了点头 表示知道了 她目光呢 仍然望着对面的两名乌罗人 并没有挪开 你竟然能吞噬银玄邪光 在黑光笼罩之下 韩丽看到两名乌罗王族的脸上的表情 但是她对方发出的话语声 并且充满了大感惊讶之色 你们的此种神通倒也真的是有趣啊 可惜你们未修炼到家 否则的话就算是我再灵活 也未必能够如此轻易的克制 好了 看来这次来的人真的就只有你们两个 早点把你们打了 我也好回去静养啊 韩丽一声倾笑 竟然一副根本不将对面二人放进眼中的口气 随即呢 身形一晃 就这般直接的大步迈去 韩丽步伐看似不快 但是一步过去 竟然一下子横跨树杖之遥 只是几个晃动 就到了离两名乌罗王族不过二十余杖了 而与此同时 韩丽身上金光大放 一层金色的鳞甲诡异的浮现而出 同时呢 头顶上一轮金色的光蕴悠悠复出 而此光蕴中心处 悠然盘坐着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像 像三张面孔当中 有两张都清晰异常 和韩丽面容一般无二 而像本身也金光灿灿 近似实体一般 一见韩丽显露出这般易容出来 不光富人等火阳族人就连黑色光蕴中的两名乌罗王族也大感亥然 几乎丝毫迟疑没有 那片黑色的光蕴中 翁鸣之声大起啊 突然通体一颤 变形扭曲起来 一闪之后呢 变为了一口大约七八丈长的黑色的巨刃 冲迎面而来的韩丽 是狠狠的一闪而去 巨刃通体漆黑如墨 中间呢 一道金银光湖 闪动不已 显得神秘万分 韩丽见到此景 双目为之一惊 一只手臂一抬 从上面是摇摇的 一抓而去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996回 凡人修仙传第996回 头顶上方的色相 漠然的丝目一睁 六条手臂中的一条 同样的一把抓去 动作和下方含力是一般无二 轰的一声巨响啊 一只体积不下于巨刃的金色大手 一下子在巨刃下方浮现而出 而往上一下脱去 两者撞击处 黑芒金光一阵狂闪啊 金色大手纹丝不动 巨刃呢 被硬生生的架在了半空中 对面两名乌罗人目睹此景 均都是大吃一惊 但是随即 其中金铜的乌罗人呢 两手一掐绝 身体瞬间狂胀起来 化为了数倍之大 同时呢 尾部金光一闪 幻化出了一只金灿灿的 巨大的尾钩 一动之下 闪电一般的 本含力一扎而去 和他并肩的另一名 银红乌罗人 却一张口 脸上 猙獰之色一闪 从喉咙中 发出了一声 瘦吼一般的低鸣啊 随之 他头顶上空 浮现了一片白色雾气 雾气中 银光闪动 现出了一只巨大的 人面 人面 蜈蜈蜈蜈蜈蜣 只见 银光一闪 蜈蜈蜈竟然 化为了一道银芒 也直扑 韩力而去 尚未进前啊 人面 武功就一张大嘴啊 一片银色光霞 一照而下呀 面对两名乌鲁王族的 联手一击 韩丽仍然是面无表情 但是他一直袍袖一抖 顿时数十口 青色小剑飞射而出 随之略以模糊 化为了一片青色剑光 迎向了金色巨钩 这间巨钩啊 是一声嗡鸣啊 表面这漠然浮现出了 无数浮出来 似乎就要试展什么威能出来 但是下一刻 青光一闪 密密麻麻的青丝一照之下 金钩就顿时一声哀鸣啊 化为了无数碎块坠落而下 那名金铜乌罗人士大吃了一惊 与此同时呢 面对人面无功 韩丽另一只手一抬 五指一张 手掌变得漆黑如墨起来 五指啊 收一动 那韩丽身前立刻浮现出一片灰色的光幕 人面无功喷出的银幕 尽数被挡了下来 随之 他手心处是灰光一闪 一只黑乎乎的小山诡异的浮现而出 一闪呢 就到了近前的人面无功处 只是随意的一翻手掌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小山在手掌翻转的一瞬间一晃不见了 下一刻呢 人面无功上方波动一起 一片灰色光滑中 小山一闪而出 但是此刻的黑色小山 在浮现而出的同时啊 体表一阵乌芒流转 体积瞬间狂胀百倍 化为了十几丈高的黑色的山峰 山峰略以模糊 就结结实实的压在了人面无功的背上 无功虚影的人面头颅 献出了痛苦至极的表情 同时呢 一阵怪异的嘶嘶声 从口中发出 身形就要被距离压的 从空中直坠而下 后方的银铜的乌罗人 见此一惊 慌忙的双手车轮一般的变化着 清秀的女性面孔 竟然浮现出了一条条银纹出来 显得争灵异常 她接着一张嘴啊 喷出了一团淡银色的精血 此精血刚一出口 就喷的一声 化为了一串银色浮落 一扇即逝的没入远处 蜈蚣身体中不见了踪影 远处的人面蜈蚣 仿佛一下子增添了 背墟以上的威能 下坠身形 荧光一亮之下 竟然在黑色山峰下 再次摇头白围起来 甚至半截身子 就此一盘 一下子呢 将小山下半部分 紧紧的缠住 想要一下子将此山翻倒的样子 见到这个情景 杭丽脸上一丝奇怪之色 漆黑手掌冲山峰摇摇一点 同时口中清吐了一个重字 黑色山峰一颤之下 突然体表放出了一片 不起眼的灰白的一芒 未见其体型有什么变化 但是重量 一下子激增了十倍有余啊 原本还能勉强支撑的人面蜈蚣 根本丝毫抵挡之力都没有了 一下子流星般的 从高空脊椎而下 一身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 整个大殿都是一阵剧烈的晃动 黑色小山将人面蜈蚣硬生生地压在了地面上 大殿附近三十丈的地面 凭空呢 塌陷了杖许有余 现出了一个惊人的大坑 而黑色山峰稳稳地停在大坑中心处 下面的人面蜈蚣一声哀鸣过后 就化为了点点荧光 溃散消失了 被寒历融入古怪十吨的 岩慈神山分量之重 足可以你真正的万丈古山 那是他可以承受起的呀 而就在蜈蚣虚影碎灭的一瞬间 远处的银铜乌罗人面色一白 一下子喷出了一股鲜血出来 但是这一次鲜血并非是淡银色的 而是黑红异常 这一切呢都只不过是几个呼吸之间发生的事情 另一名乌罗人还在因为自己锁化金色巨钩 被寒历飞溅轻易地斩碎而有些发愣 这个时候一见同伴已经负伤不清的样子 脸色默然一变 身形的突然一晃 人一下子就闪到了银铜乌罗人身后 一只手掌往其后背一拍 银铜乌罗人身上金银之光大放之后 气色一下大好了许多 寒历却冷哼了一声 冲空中的数十口青色小剑一点指啊 所有的飞剑一颤 破空击射之声大起啊 数十道青丝一闪而去 两名乌罗人见此情形 脸上终于现出了金锯之色出来 互相看了一眼 突然呢 同时单臂一抬 又两团黑色光运滴溜溜地浮现而出 将两个人的身形全都遮挡而下 就在这一瞬间的功夫 数十根青丝发出了痴痴之声 到了黑色光运之上 寒历目睹此景 脸上绿色一闪 毫不迟疑地心中一摧剑绝呀 青丝一颤之下 化为了一口口持许长的青色飞剑 但是随之剑光一闪 全都变得期待无比 仿佛呢 成了一道道虚影一般的存在 这正是寒历练的飞剑之后 拥有的剑灵化虚神通 而这些剑影啊 只是围着黑色光运 一个盘旋过后 就奴使一般的纷纷激设而下 淡淡的剑影一接触黑色的光运 青光一闪过后 竟无声无息地洞穿而过 黑色光运竟然仿佛不复存在 丝毫不能阻挡的样子 下方的两名乌罗人显然没有想到会有此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眼见着剑影极深 二人骇然地急忙身形一动 就要分别化为两道黑线 积舍而出 逃之夭夭了 但是如此近的距离 那些剑影积舍的速度又如此之快 显然已经迟了 只见无数的剑影交织洞穿之下 两声惨叫传出 这两名乌罗人身躯就一下子被洞穿成了千疮百孔了 远处的妇人和白猪儿等人呢 见此顿时面露狂喜之色 但是 韩丽却瞳孔中蓝芒一闪 突然身形一晃 人就立刻带着一串残影出现在了两名残尸旁边 手臂同时一叹 往附近虚空中闪电般立一抓 扑持两声闷响 传出啊 两只手掌突然爆发出了一层银色的火焰 随之五指所抓之处 两团金银之光同时一闪而出 被熊熊的火焰一下子包裹其中 竟是一条金色的蜈蚣和一条银色的蜈蚣 两条蜈蚣只有数寸大小 但是 头颅上都各有一个女性的面孔 容貌赫然是先前的两名乌罗人的样子 两条蜈蚣在银色的火焰包裹之下 口中的发出了吱吱的乱叫之声 脸上均都献出了惊怒交加的表情 要知道二者体表散发的金银光芒 正是那凌寻无光 若是换作其他的进制 恐怕早就一下子破开而逃走了 但是偏偏被吱吱用士林天火这个克星围住 一下子呢就成了网中之鱼了 吱吱根本没有放这两名乌罗人元神的一马的意思 两只冒着银色火焰的手掌往生前一合 只是随意的一搓 顿时啊 银色火焰中的两条蜈蚣 立刻在火焰中缩小溶解起来 片刻的功夫 金银之光消失殆尽 两条人面蜈蚣身体啊 一接触银色火焰 一下子就化为了两股青烟 不见了 到了这个时候 韩历才算彻底的灭杀了这两名乌罗族王族 不过 他本身呢 倒并没有多在意此事 因为刚才一交手之下 这两名乌罗人顶多只有化神初期的行为 要不是那林玄乌光 有些鬼怪的话 早就被其点指之间灭杀了 不过 韩历倒是挺在意二人 没有直接用神念探查出修为之事 目光一转之下 猛然的落到了那两具残尸之上 单手一抓 两具残尸一下子腾空而起 朝起徐徐飞来 韩历双目微眯 蓝芒微闪之间 仔细的检查了一遍 双目默然一亮 他突然一手一招 嗖嗖两声传来啊 两块淡黑色的沙巾 一下子从二女身上击舌而出 落到了他的手中 韩历低头的 只看了两眼 神色 漠然一动 随即手掌一翻转 两块沙巾就此不见的踪影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多谢 韩前辈出手相救 此等救命之恩 我们火阳族一定是世代不忘 这个时候 夫人带着少女惊喜交加的走了过来 无法掩饰喜色的说道 至于韩历刚才取走的两块黑色沙巾之事 则根本不提一句 此刻的他才真正知道 韩历神通之大 比起预料中的还要不知墙上多少倍 心中感慨万分之余 也敬畏异常起来 那白猪尔刚才目睹韩历大展神通 几个照面就将他们认为不可抵挡的灭真元凶 去轻易的灭杀了 心中骇然 他虽然阴口小嘴紧闭着没有说什么 但是望向韩历的目光也同样的恭敬了起来 至于那几名蛇人祭祀跟了过来 更是满脸堆笑 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没什么 这只不过是小事一件 反正这次已经出手了 外面的其他乌罗人 我也帮你们一起打了吧 韩历目光在几个人身上一扫 却轻笑一声说道 听到韩历此言 夫人等人自然是大喜过望 口中连声称谢 韩历微微一笑将飞剑和那原池山峰收后 刨袖甩动 一团金光击舍而出 一个盘旋过后 画为了一只豹子般的小兽 落在了身前树齿的地上 正是豹林兽 一见到此兽啊 夫人和其他蛇人祭祀开始一愣 但是随即神殿往小兽身上一扫之后 均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此兽身上散发着强大至极的气息 让夫人此等修为都为之心寒啊 去 将那些乌洛人都杀掉 韩历冲小兽淡淡的吩咐了一句 暴灵兽文言 目中啊 雄光一闪 身形一晃 一下子幻化出了七八个一般无二的虚影 向殿门积舍而去 直接那些虚影啊 绿模糊就到了数十丈外 在同时一闪之后 就此在门口消失的 是无影无踪 顿素之快 让人瞠目结舌 夫人脸色连变树下之后 才勉强维持着脸上的镇定 但是心中的亥然可想而知了 不过他马上想起了什么 忽然呢 从身上摸出了一个令牌 飞快地从上面虚点几下 同时呢 口中是念念有词 顿时令牌上灵光一闪 照在大殿外面的五色霞光 一下子消退不见了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 韩某就不在此久留了 先回住处静养 这头灵兽你们不用担心什么 完事之后 他自然会回到我那里去的 韩力平静地说道 随即他也不等夫人 等火阳族人再说什么感激之言 身上青光一闪 化为了一道青红飞队而出 几个闪动之后 青红一下子射出了大门 就此踪迹全无起来 只留下了面面相觑的一群蛇人呢 大祭司 这一次要不是你出面留下了这位韩先生 我等恐怕真的要遭受灭门之灾的呀 半赏之后 一名白袍蛇人长叹了一口气 大有侥幸之意 谁说不是啊 当初我等对大祭司将猎阳神丹 如此轻易地送给外人 还大敢不解 现在看来 还是大祭司高瞻远瞩啊 另一名白袍祭司 也是连连点头 夫人听了两个人的称赞之词 却苦笑了起来 我说两位也太高看我了吧 我先前的做法 也是无奈之举 只是天佑我族 韩先生神通之大 还在切身预料之上的 猪儿啊 你觉得韩先生和你师父相比如何呢 夫人最后一句话 却转头冲少女问道 神色凝重异常 白猪儿听到自己母亲如此一问 眉头却皱了起来 半赏之后 他才迟疑地回答道 我师父是上祖五阶的存在 但是即使师父亲临此地 想要解决这两名乌罗王族人 也要大费周折 无法如此轻松灭杀的 听到少女含糊地回答 夫人自然明白了话里边的意思 点了点头呢 并没有露出什么奇怪之色 倒是旁边的几名白袍祭司人 人人神色奇怪 甚至一个人喃喃地说道 韩先生 难道是上族的高阶存在 若是如此的话 附近海域最强的银沙居士 也可能不是他的对手了 哎 这个不好说 银沙居士同样也是上三阶的存在 就算修为差不多 争斗起来 还是要看修习的神通功法 和拥有的宝物威能大小 夫人长吐了一口气 缓缓地说道 听了这句话呀 那几名白袍蛇人也点了点头 各自思量着什么 一时无人开口了 韩先生打算在火云岛逗留多久啊 哎 有没有 长猪的打算啊 终于有一个人犹豫了一下 开口问道 这个倒没说 不过估计不会马上离开 但是也不会住上太久的 以韩前辈的修为 根本不是我等小族可以挽留的 似乎知道说话祭祀的意思 夫人神色一动 但是随即摇了摇头说道 听到夫人如此一说 其中的白袍蛇人眉头紧皱 大殿中再次安静无声起来 好了 其他事情以后再说 外面的战斗尚未结束呢 虽然说两名乌罗王族被击杀了 但可能还有其他高级乌罗人存在 韩先生的灵兽虽然厉害 但也不可能全都一一灭杀干净的 我们还是快些出去帮忙吧 早期将这些乌罗人一网打尽 本族也能少损失一些族人的 夫人目光往大殿外一扫 忽然如此吩咐道 那四名白袍蛇人一听此话 心中一下子醒悟了过来 纷纷公身称事 于是六个人呢 就急忙催动顿光 也飞出了大殿 朝喊沙声最大的方向急驰 没过多久 韩丽回到了住处 立刻走进了自己居住的木屋中 将禁止呢 重新打开 盘膝坐在了床上 他目光闪动 脸上略微浮现了一丝沉吟 两名修为最高的乌罗人 都被其击杀 再由暴灵兽出手相助 吐城的战局自然已定 如此一来呢 他算还清了夫人的赠丹之情 下面就需要花上半年的时间 将自己残余的一些损伤 彻底的恢复如初了 如此思量着 韩丽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但是下一刻又想起了什么 默然单手一翻 黑光一闪 一块纱布浮现而出 正是他从两名乌罗王族人身上 得到的宝物 杭丽凝望着手中之物 脸上露出了大感兴趣的表情 沙巾呀 颜色淡黑 薄薄的一层 但是摸上去呢 柔软异常 光滑温良 略于晃动之下 这表面呢 还有符文浮现闪动 这一看就知道 绝对不是一般的宝物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还人修仙传 第九百九十七回